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讲几个幸福的派 第一个 八字里面你们会常听到人家说八字缺什么 缺金木水或什么 缺什么东西 我们在专业的用词里面就叫做用神 事实上八字不是缺什么 而是要用什么 比如说一个八字里面他缺水 但是因为他的土过旺所以要用木来克他 所以这个八字用神就是用木 这样听得懂吗 他即使缺了水缺了火缺了木 缺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是如果他的火过旺我就要用水去治他 所以最重要是要用神而不是缺神 那我们这个故事叫做当高冷君遇上火爆妹 高冷君是谁呢 我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各位看不懂没关系 但是至少你们可以看得懂什么颜色最多 蓝色最多对不对 蓝色这几个都是水 看得懂吗 所以这个八字呢 这个人他就是水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高冷君 高冷君的意思就是这个人长得又高又冷 但还是个男的所以叫高冷君 那他的八字中水很多 记不记得我刚刚讲水多的人怎么样 圆滑 对而且很有智慧很聪明 然后心里呢他会把话藏着不会讲出来 通常水多的也比较容易忍耐 这样懂哦 好所以说来看一下哦 水的人呢水分的阴水跟阳水 哦那颗是属于阴水 人是属于阳水 哦阴的水呢就好像是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叶片上有那个露珠一样 露珠是很干净很厚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癸水的人他就跟露珠一样 跟这个小水币一样 纤细敏感 哦然后爱干净 然后而且水的人 他你虽然看他不起眼 但是他很聪明 因为水的人都是属于智慧 这些水呢加起来他还是可以穿实的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有力量的哦 所以水的人容易适应环境善于变通 哦然后人境关系的圆柔 身段很柔软 哦这是水的优点 然后他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心里的话比较容易隐藏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缺乏安全感 所以他会倾向于保护自己 哦所以这是水的特性 然后呢刚才那个格局哦叫阳刃格 等一下回去再跟你们讲什么叫阳刃格 阳刃格的人有一个特性 阳刃哦就好像一把指挥道一样 能力强不强 很强对不对 全世界最强的东西就是这把指挥道 哦遇到什么无坚不摧啊 遇到全世界最强的盾也可以把他砍掉 对不对 他就是呃你去想想他就全世界最强的那把刀 他可以砍掉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的能力很强 担当很强 但是有一个缺点 他就是容易野心过大造成自己自己的伤害 因为刀是一体一双面的嘛哦 那你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伤了自己 所以通常阳刃格的人他能力很强 但是他会有点浮夸故事的问题 所以当你哦找到一个老公属于阳刃格的话 想注意一点 他很可能重视朋友比重视你还要多 他喜欢 而且世界上很喜欢呃 谈很多很大的理想哦 但是这一理想或许在你的眼中 都会觉得比较不切实际 这就是阳刃格的特性 好 然后所以哦 你看这个为什么是阳刃格呢 因为 因为他这个是 因为这个地方是 呃 劫财 这个这个水是 呃 他这里藏的这个水是任水是劫财 所以这个劫财透天干叫阳刃 这个格局呃 不是那么容易讲得很清楚 反正你会记得 就记得就是说 这个格局叫阳刃格啦 那为什么试这个格局呃 系统课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 哦 现在没有办法一次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 但是你先看 可以先看得出来 他的满局都是水 对不对 所以他的水很旺 所以水很旺 这个水就是他自己本身 所以表示他能力很强 淡达很强 这个人呃 我想一下 这个人他是个 哦对他是个老师 他是他如果是个生意人的话 他一定会把生意做得很大 但是赚钱不赚钱也不知道 那他这个老师的话 你可以想象他这个老师在学校 一定是个人际关系很好的老师 通常阳刃的人哦 人际关系都很好 很能处于人际关系 然后在学校一定是 担负起学校最重要职务的这种老师 然后不一定受到重视 因为可能做很多事情 人家都不认可他 但是他就是会很主动去担当起各种责任 所以这个格局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次我访谈过他们的子女 他们跟我讲很多 要寻他爸爸的故事 他说他爸爸呢 能力很强 很有才华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移动的来科旋属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懂 那他妈妈呢 因为他是水 他水很旺 他妈妈是 他妈妈是一个豹妹 他妈妈的提气很坏 然后因为他妈妈的八字是火 你看这个是火 就是火 然后呢 这个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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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可以生火 对不对 这么多的过去生活 你看他这个妈妈的火 旺旺 所以这个妈妈提前火爆哦 然后 还好他爸爸是水 所以他爸爸能够很融洽的去处理这个家里的人际关系 这就是所谓他们用神父母 刚刚那个爸爸是八字中水太旺 对不对 所以他爸爸用神应该是属于火 取火 来暖取嘛 因为他八字太阴寒了 所以应该用火 这个妈妈呢 反过来他八字中火太旺 所以他八字要用水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爸爸是不是需要火 刚好他妈妈的八字就有火 对不对 他妈妈是不是需要水 他爸爸的八字刚好里面有水 对不对 所以说 他们两个八字基本上是互补的 性格上可以互补 这样子夫妻的关系就可以维持得好 然后呢 你可以想到他爸爸这么渊滑的人 做事情一定比较慢 决策比较慢 对不对 他妈妈刚好性格很火爆 总是他都很快地做决定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牵制 互相互补 然后呢 所以他就说 他妈妈是一个很爱腰刀的人 然后脾气很不好的人 然后还有他爸爸呢 很能够包容他 然后所以我们看一下后面 这个火呢 他妈妈八字中火旺 火旺的人是怎么样 头脑很聪明 理解力很强 做事情很快 讲话很快 所以通常火旺的人性格比较急 但是你们以后注意一下 每次看到人家八字 看到火旺的人 你千万不要讲他脾气很坏 你这样就一定会跟你讲不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容许人家说他脾气坏 所以你要换个说法 说你的脾气很急 他会说对 其实脾气坏有很多种啊 脾气很刚硬的算是算坏 算吗 他脾气很急的算不算坏 也算吗 这两种坏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 你跟这种火的人 你刚才讲说你脾气很坏 他说不会啊 我什么事情 我脾气过了就好了 我不会坚持起见 对不对 没错嘛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你跟那个金的人讲说 金的人是很刚硬的 你跟金的人讲说你脾气很坏 他说我没有脾气没有坏 我做事情我都是想清楚 我很有原则心的去做 就像一把刀子一样 他不急 但是他一旦砍人下去的时候 一定让人家受伤 对不对 所以脾气坏有分两种 好 然后他妈妈是属于正硬格的人 正硬就像一个俗杀一样 很懂得照顾人 很懂得照顾人 所以他就是属于一种照顾型的 所以各位男生 你出来屈老婆 你们最好是找到一个八字中硬很旺的人 八字中硬很旺的老婆 很能够照顾家里 很仁慈 然后他天生生下来就是一个菩萨 天生生下来就是生来照顾人的 虽然你会觉得他比较无趣 不懂生活情绪 比较不浪漫 但是基本上他是很能照顾人的 然后各位女生你们去找老公 找个硬的老公也不错 硬的老公他也是很慈想很仁慈的 然后觉得对家庭一定会很细心的照顾 硬代表的是一种细心 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幸福 所以说你看他妈妈本身火又旺又是硬 所以你说他妈的脾气坏吗 他又是硬 因为我刚刚讲说是属于温和照顾的心 对不对 但是他又是火啊火很急啊 对不对 所以可以去想象这个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也是个老师 这个妈妈是小学的那个 你们叫教导主人对不对 像不像 其实他很好啊 他也很好啊 只是性格很急而已啊 讲话很大声而已啊 这是一个教导主人 他爸爸呢 是初中的 好像是理科的老师吧 像吧 感觉有那种感觉吧 充满思考的智慧的那种老师 他妈妈是那种小学教导主人 然后看到学生就开始喊开始骂的那种 所以你们可以去体会这两个人 把这种是护肤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你看哦 他说他对于夫家的亲戚都很照顾 他对于他妈妈 对于他爸爸的妈妈 就是他的婆婆 他的小叔 姑姑 小姑什么的 都很照顾 所以印就是属于一种照顾型的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两个人 他基本上就是一种搭配 他妈妈呢 结差一格 结差一格代表是一种责任跟担当 他又代表一种身段都乱 能够包容他妈妈这种脾气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发字能够配得起来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能够到现在50岁了嘛 小一子都已经大了 都在工作了 然后两个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问答时间 各位想一下 这两个发字 你们认为他合在什么地方 除了互补之外 还有没有 这个会议成功在什么地方 还有没有答案 运势吗 运势啊 这里我运势还没有讲到 因为他本身的局势很好的 所以运势我就运势后面才会 这个比较没关系 有没有答案 用神 还有呢 你们不要去讲到很复杂的东西 你去讲感觉就好 其实学发字很简单 发字就是把你自己本身 融入那个情境底下 然后你去想想看 在这个情境底下 为什么这个婚姻会好 一柔一柔 诶好谁讲的 果然是谁聪明的 是不是习惯的 还有呢 有吸引力 吸引力啊 为什么有吸引力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火的人 我比较喜欢那种很会说话的人 然后就是很高冷的人 你本身是火的 所以你喜欢高冷的 对 所以这种本身就很合 它是一种吸引力 还有呢 智商匹配 智商匹配 好 我觉得哦 我讲我的观点 这个发字盘几个合一方 你讲智商匹配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不是智商匹配啦 而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 跟一个想的比较少的人 他们刚好可以在思想上可以顾 然后还有一点哦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 你想想看哦 这种当老师的工资会不会高 对不对不会高 有的还是挺高 呃 据我了解现在 好多理科老师肯定收入是超差的 现在开开班 怎么大概课 假设不考虑那些二万收入的话 我觉得哦 这个发字的关键点 假设我们可以假设他的收入是正常水准的话 现在初中老师的工资大概 三千三四千吧 好几千 五六千啊 那也是可以的哦 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年代应该没那么高啦 我觉得这个发字 我觉得这个丈夫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关键点是在于她的认格 因为她很 因为这种身很强的人责任感很重 她很能够把 你想看她自己本身很强 对 能力很强 她很能够把各种责任扛在身上 那妈妈呢 刚刚你们记不记得她妈妈的是什么格局 对 对 应的格局代表什么 照顾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她 婚姻之中 婆媳关系是很重要的 她妈妈能够把那种 附加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能够把附加的人照顾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她婚姻成功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对这一组八字的看法 然后第二组八字 大家熊大遇上熊二 这叫做格局相配 熊大是什么型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熊书末啊 没有 没看过的 大家看过的人想熊大是什么型的 熊大属于思考型的吧 每次想主意都是她嘛 对不对 熊大属于什么型的 行动型的 每次熊大讲了 她就冲过去做 都不用动脑筋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格局呢 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他们两个格局 刚好相配 这个人叫生思男 然后他就 就如同熊大一样 你看这个八字哦 什么东西最多 金 金啊 这两个 这三个 金 金最多 金是他的印 你们看这个印哦 印代表什么 我刚刚讲印代表照顾 对不对 印还代表思考 通常印很多的人 他很喜欢思考 不一定代表他很聪明 但是代表他 但是一定是很喜欢思考 很喜欢思考 不见得代表聪明 这点可以理解 这个爸爸就是一个 很喜欢思考的爸爸 所以我就 一看到这个八字 我就看到说 你老公一定是属于思考型的 属于研究型的 然后在单位里面呢 一定是属于那种 做研发的 或做技术的 或是去研究的 这种格局当什么最好 当老师最好 或当研究人员最好 然后呢 所以他的格局属于印的格局 印的格局 来 第一个 他属于人水 他水最汉是一个聪明的人 水是千变万花又很圓融的 刚刚讲过了 然后呢 他是属于印 而且他的印是属于偏印 刚刚的印是属于正印 对不对 正印就是很规规拒绝的照顾人 偏印的人呢 他思想就不一样了 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偏印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曹操 所以曹操很聪明 对不对 很善于谋略 对不对 但是他想的谋略都跟人家不一样 宁可天下人负我 对不对 不愿我负天下人 所以曹操呢 曹操呢 我故意测试你们的 都是逗趣 所以 那个偏印的人呢 他就不安排艺术 反正会思考 但是常会想到外的地方去 然后就像 我们有一个艺术家叫樊高 对不对 他的作品到时候 人家才认识他的作品 死了之后 偏印就属于这种人 所以哦 就想想看这个爸爸 他是属于一个 整天想东想西的人 所以呢 他妈妈就讲了一句话 这个人哦 善于思考 他是制定大计划的人 但是缺乏执行能力 懂吧 所以想到有的没有的 然后缺乏执行能力 那这个妈妈呢 你们看到这个妈妈哦 他八字钟什么东西最旺 我 我 对不对 我是什么 行动政策 才对不对 才代表执行力跟行动力 才代表控制的欲望 所以我一看这个八字 我就跟他妈妈这个妈妈说了 我说 你们哦 在家里哦 什么事情一定都你说了算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基本上我们在家里呢 事情不是我说了算 而是两个共同决定 我就跟他说 对 你讲那句话我也理解的意思 你讲这句话意思呢就是说 家里的大事呢 是老公做主 小事呢 你做主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 对不对 来的人他掌控欲很强 控制欲很强 他什么事情 他想要自己揽在身上 所以他在家里 你会想看在这个家里 游戏规则谁制定 他制定 家里那个鞋子 该头朝外 头朝内 谁规定 他规定 对不对 这些都是小事嘛 对不对 今天该吃什么 谁决定 因为这些小事嘛 那什么事情 是大事 基本上小孩子要念什么学校 可能这种才叫大事 或是十年后 我们要过什么生活 就算大事 这种长远规划大事 叫我比老公去决定 那这种老公 说实话 你们看他刚刚那个八字 你们也会感觉到 这老公 他也不喜欢去管这些戏的事情 这种老公 他就从头到里面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样去 有一个很大方向的 一个未来生活的蓝图 对不对 他不是那种 每天在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但是老婆刚好苦他 所以哦 这两个八字 一个是财一个是硬 对不对 所以刚好我们在八字中呢 有一个相生相克关系 那个以后各位如果有兴趣学八字 你就会学到一个相生相克关系 才到可以刻印 才刻印代表什么呢 就是一个白头思索型的人 面对一个当机立乱型的人 一个思考很多的人 面对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这样你也懂吗 所以这是熊大跟熊偶的搭配 所以他们两个为什么可以成为好搭大 因为他们的格局是相配的 然后另外呢 财的人他控制欲望很强 尤其是对于什么关系的控制欲望最强 钱 对 所以家里的钱一定是他管的 他说对没错 他老公负责赚钱 他负责管钱 家里娶到一个这种老婆也很不错 他会帮你把家里的钱管得好好的 所有的一分一毫 家里所有的支出绝对不会乱花 包括老公也拿不到钱 因为老婆是财嘛 老婆控制钱控制得很好嘛 所以老公基本上 老公的钱基本上也是被老婆控制得好好的 然后财的人控制比我比较强 所以说当你娶到一个财的老婆 拜托你们乖乖的明天准时回家 如果那个 因为财的人控制欲望很强 而且他对于违反自己想法的事情 他会很积极的去处理 如果说财的人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话 他一定把项目管得好好的 但是这个老婆 他就把家里当作一个项目来管 所以他就把家里什么事情的规则 然后所有的follow up都弄得很好 今天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样都弄得很好 如果娶到一个财很旺的老婆 你如果往回家的话 我肯定不会算牌 因为老公也是属于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样懂吗 但我觉得财的人这种形象会特别明显 所以财的人就是属于 我拿两个铜钱来代表他 财的人就是很保守很固执很简约 他是属于专行性的人 所以他喜欢过着安定的生活 这是属于财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 我们刚刚讲了两个例子 那两个例子之中 除了用神相配跟格局相配之外 你们还看到什么样的特点 共同点 有没有人有答案的 你来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水桌 水桌的人他正好也是碰一个火桌的人 我觉得好像就是他们 不是一个水桌的人 正好也碰一个水桌的人 这两个可能就会有问题 这我这里讲 没关系 但各位随便讲 反正就从生活中去讲 不一定要讲这个理论 因为理论的东西大家不太懂 但是从刚刚讲几个例子当中 还是性格互补 性格互补 就是那个领域上有差异 领域上 就是说性格的领域上有 就是关注的领域上有差异 有差异 还有呢 其实你们讲都对 你们讲这几个理由都很重要 所以说为什么结婚前最好合婚 就合看看两个人合不合 这结果 这合婚的目的就在这边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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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看法呢 那如果是刚才那个两个都是爱思考的人在一起 那是不是就没人做事情了 对我觉得会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 如果说你夫妻盘拿起来对不对 两个人都是爱思考的人 那就看谁想的少一点他就去做事 然后如果两个盘拿起来都是爱做决定的人 怎么办 两个一定会吵架 但是到最后谁做决定 强一点的人那个做决定 弱一点的人一定要让他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 水多的人 就要找水多的人 找另外一个多一点 对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不服一点 好 这个我有另外一个答案 我待会再告诉各位 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这点答案就是这 就是这点答案 妥协 包容 还有呢 腿让 还有呢 包子皮配是最重要的 包子皮配一定是代表 代表 代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你找一个包子皮配 你水多你就找一个另外一个 你干嘛就找一个水分 还有别的答案 妥协包容 还有什么 相处 相处 保持一致 就三观一致嘛 可以这样说 还有我觉得运气很重要 运气 后运气后面会讲到 压走的那例子就跟运有关 好 九十九九千话很重要吗 有的时候很重要 然后这句话是我经常在微信同友圈看到的 男友就该给我钱花 这句话我是觉得 我本身觉得极端的不认可 那其实从我所看过的所有例子中 也没有一对成功的夫妻 是跟这件事有关的 然后所以怎样的人是好老公 怎样是好老婆 有答案呢 都不一样吗 这个跟不一样的事 不一样 合适的人还是不一样 合适的也就是好老公 好老婆 我认为有些人欠缺 比方说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对 但是 所以说 我们从刚刚的八字盘 就是刚刚讲的包容 理解 对不对 那些因素都存在 但是 这些 光是这些因素 它不足以造成一个婚姻的稳定 其实从刚刚那几个盘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的 你就没有看到 就缺你不可 缺你不可 对 这婚姻里面少了 你就不行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现在 你们刚刚答案都讲出来 对不对 你们答案都讲了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下 你们想想看一个问题 婚姻中 譬如说 好比是说 两个人性格互补 很重要 对不对 有没有两个人性格 很互补的离婚的 有 有 可能有 有 八字中 那个 婚姻中包容很重要 对不对 互相理解 跟互相包容很重要 对不对 有没有两个人 互相理解而离婚的 有 有吗 还是有吗 还是有吗 对不对 那 婚姻中有时候 鲜花很重要 钻石很重要 对不对 有没有人鲜花 他999多还离婚的 有 有啊 对不对 那到底什么艺术上还不离婚呢 我现在问的为什么就是这一个 还惨忽不了 惨忽不了 有人还竞争舒服 不要惨忽 还有别的答案 责任感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责任感 对就是责任感 其实你们从刚刚那几个盘中 刚刚那两个盘中 我们刚刚主要讲用神互补 格局互补 格局相配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两个盘 都带有一种很强的特性 就是责任感很重 对婚姻很有担当的责任 你会发现 第一个盘 第一个盘 那个初中的李化老师 李科老师 配国小的教导主任 你们看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教导主任 他的盘是杨润格 那种也是属于一种担当很强的盘 对不对 他对家庭很有担当 硬格的也很好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照顾型的盘 所以责任跟照顾 其实是维系一个婚姻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你有没有听过 有婚姻中因为责任很强而离婚的 没有嘛对不对 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婚姻中 因为对方父母很照顾而离婚的 或者说对方父母很照顾 但是还不幸被离婚 有没有这种 有可能少一点 还是有的啊 那种叫不幸嘛 但是那种他一定是遇到老公不好 老公一定是没担当的老公 他如果遇到刚刚那个初中老师 他应该是就不会离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第二个盘是 那个熊大跟熊二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熊大跟熊二 其实他们两个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财 关键是他老婆是财 财也是属于项目经理型的嘛 他把家当作个项目再经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旦把家当作个项目再经营了 这个婚应该也很难以得掉 懂这意思吗 所以我先这几个想一想我的答案 就是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共同特点 就是照顾跟责任 然后第二个最重要是什么 还是照顾跟责任 然后怎样的人是好老公 责任 那怎样是好老婆 对 对 我都知道了 这就是我的答案 然后 所以其实婚姻很简单 婚姻 真的要维持白头且老 关键的 还不是两个人是不是那么互服 而是 如果两个不互服的人 但是对比起都很有责任 会不会离婚 很难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觉得今天这种课 讲起来就会觉得比较枯燥的味 但是这种课我觉得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观念 听了之后 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 但是老师 不离婚不代表是幸福 幸福对 没错 没错 是 你说得很好 所以你要 你要一生中燃起三次火花 还是要 还是要 那个一生中只燃起一次火花 然后就平淡的过一生呢 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你说的没有错 很多 很多夫妻也是这样子 为了责任 两个人就 很辛苦在一起一辈子 对 我也太 好 下一个例子 如水点豆 补一乎相一乎 他的 那个小孩 告诉我一句话 他 我就先把 先把结论讲出来了 他说 我爸这样的性格呢 如果不是我妈这么沉的 足气 早就过不去了 这个例子 只是很像刚刚的第一个例子 一个是水轮化 一个是火轮化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八字哦 好 好